有许多大学生勿名而来做环保志愿者 可是张焦发现 由于他一个人在大山里待的时间太久 丧失了许多社会人英勇的功能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与人沟通 大学生们来山里没几天就好了 但这些孩子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离去却成了对张焦最大的刺伤 他在志愿者一百个里留不下去 然后走的时候 他伤是伤在那 然后带着那种感觉走 是什么 能说吗 一个自认自己很正常的人 被人那种养死 那种侮辱 其实我不想说的原因 就是我真的很愚蠢 心里很冷 觉得很伤啊 真的很伤 没事你有没有 你大闹精神 然后你就是完成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说一些 当到你面前就这么说 特难听的话 说完就走了 对啊 反正人家不怎么回答 实话这事应该怪雷牛 你叫我特怪 说好一天我都怪 我十多年没哭过 雷鸣那天谈起这些事情吧 他似乎走了以后 我琢磨到今天 说实话啊 我会想哭 我有好多时候 然后小五那会儿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想哭 哭出发我心都睡透了 现在其实那个包括他的情绪 他的情绪表达 不像咱们这么顺畅 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些伤心事 我想哭的话我会很自然 但是他就是不行 他在情绪表达上有自我矛盾 然后包括他对这个周围人的那种看法上 也有那种自我矛盾 我既反感你们 我认为你们复杂 同时 我又渴望你们来帮我 刚才说的明白了 没人帮我死了 对 山死了 然后我也不行了 我撑不了多久 所以他对人的矛盾 是一个极端 对我们人这个群体 他处在一种特别矛盾的那种状态上 你知道我很伤心的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直接叫阿姨 大学生二十几岁的孩子 一看我过去 阿姨 那时候心里不是之 你多大呀 你叫我阿姨 我怎么能 真的那种感觉确实挺难受的 这是在发现 原来我不知不觉在这里面待了这么多年 你也不照镜子是不是 没得着 我都十天二十天半个月 一个月不洗脸很正常 所以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了 是不是 就忘了自己了 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忘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就是不想面对 你用了不想面对 他先看这种词叫 主动断绝跟外面的联系 现在说不想面对 没人能知道这句话就伤到他了 见面叫声阿姨 他那心里就咯噔一下 其实我真的这样 建议你叫刘宾桑 他叫小五 他们都叫我干嘛 哦 那行 那咱们就今天 那就把小五叫上来 这你也不能说了 我只能不能把小五叫上来 我打算了